他就是韩国知名的离婚诉讼律师车恩金 每年他带领团队会帮雇主处理上千万宗离婚诉讼 被业界称为律师界的黑广 不尽人情又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也吓走了不少分配到离婚部门的新员工 韩又丽上班第一天就被分配到离婚部门 刚想去找人力资源部去调部门 就看到一个被离婚的男人气冲冲跑来闹事 原来车律师帮他老婆拿走了他一半的财产 对于这种事恩金是司空见惯 只要他再往前走 就能让他变成被告吃不了兜着走 恩金第一次见又丽也想起两个人见过面 座堂会上又丽就是那个 只记原则不懂运用的学生 听说他想调到其他部门 恩金告诉他完成目标就可以 顺利完成实践离婚诉讼 就这样又丽被迫开始适应新工作 助理上来就丢给他60个案子的资料 最快的明天就要开庭 和当事人的见面也是在10分钟之后 又丽好奇为什么他妻子会状告无关的员工 当事人说妻子一直疑心病很重 还曾经跑去公司大吵大闹 自己才是受害的一方 加上儿子也在旁边佐证 又丽就相信了当事人的陈述 但是当事人还提出不想离婚 因为妻子是他的初恋还生了病 又丽也和当事人达成一致 争取驳回对方的离婚请求 他把沟通内容汇报给恩金就被骂了一头 作为律师不能听取当事人的一面之词 还说就算没有证据不代表当事人没有出 这就是又丽今天上的第一课 第二天去法院路上又丽还在愣 恩金就猜到他这场官司不会顺着 果然又丽死板的按照流程回答法官的提论 原告律师却提交了新证据 丈夫和员工极其暧昧的聊天记录 又丽提出原告精神不好有伪造证据的可能 原告的妹妹激动的在法庭上哭诉姐姐有多煎熬 一时间没见过这种阵仗的又丽有点慌神 还好他想起恩金早上说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申请下次开庭前回答 结束后又丽就被原告的家属围住一顿指走 吓得他跑去厕所里缓和的情绪 却意外地听到当事人的老婆在外面议论 又丽时又生气也确定了他真的有一心病 当他再次和当事人会面时 对于聊天记录他是这样狡辩的 又丽对于这些鬼话是半句也不信 但恩金听完却是边笑边夸当事人有才 让又丽按照他的方式向法官辩解 又丽对于这种说谎的行为很是反感 恩金告诉他收了当事人的钱 作为律师就要替他辩解道理 法官对于这种荒谬的解释也不信 奈何又丽坚持大家默认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事实 还拿出昨天原告在卫生间里怀疑自己的录音 证明原告确实有疑心病 儿子手写证明母亲有疑心病 对方律师拿出父亲给儿子转账三千万的证明 说是父亲诱导儿子作证 又丽清澈的说虽然钱有点多 父亲给儿子零花钱没什么问题 法官是欲言又止没办法反 庭审结束只等择日宣判 恩惊夸他打赢就能获得两千万的诉讼费 当事人一家三口却在外面吵了起来 妻子摊坐在地上控诉丈夫一直把女人带回家 求丈夫答应离婚放过自己 这让又丽有点怀疑自己帮助丈夫是对还是错 胜诉后又丽打电话通知当事人 电话里女人的声音让他确定对方有出 看着判决输赢了第一场官司 他一点也不开心 他在考虑自己要不要写一份词诚 他突然听到走廊里办公室传来动作 他走过去却看到让他吃惊的一幕 车恩惊的丈夫正在和一个女人互看 当撞见韩律师的丈夫在偷吃别的女人 转身就看到韩律师站在走廊 为使神差他大喊恩惊的名字 让躲在里面的人躲开了被抓住的秘密 又丽为什么这样走 还要说他那个不正经的老爸 他挂到墙上哪天又丽从心底里开心 而爸爸的两个女人都为自己的理由哭得很伤心 助理也是没有羞耻心 还是一如往常一样向恩惊汇报工作 离婚诉讼对象是国会议员的儿子 诉讼财产高达60亿 妻子也是偶然的发现丈夫背叛了自己 而背叛的对象还是他们熟悉的人 原本两家关系不错经常一起交友 半夜醒来妻子还无意中发现他们龌龊的狗 他和对方的丈夫也都留下了证据 有监控还有女方承认的录音 了解完恩惊对诉讼很有信心 毕竟对方是国会议员很在意里面 第一次开庭很顺利 议员儿子当场承认两个人相爱 但他提出一个法官都惊讶的要求 一定要争取对方儿子的抚养权 脚后跟响也知道这是他的儿子 法官建议下次开庭时候四方进行调解 结束后恩惊找到对方律师 故意点出他的当事人是议员之子 暗示对方提出和解条件时候能够让自己满意 回到公司右利就一直在纠结 要不要把昨晚看到的荧幕告诉恩惊 直到第二天准备开庭时他做出决定 恩惊误他要提出辞成 错过了知道真相的机会 四方做到一起进行庭前调解 开始双方就为了三姐儿子的抚养权开始争执 议员儿子的律师师子大开口 给老婆二十亿的财产和支付一亿给三姐的丈夫 希望获得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妻子听完开始犹豫要不要接受 右利却先激动的开口批判他们 恩惊在桌子下拉都拉不住 最后双方商量考虑后再谈 结束后右利抱怨恩惊为什么不让自己骂他 恩惊告诉他你还是太单纯 不要用自己的观点看世界 拿到和解经可能是当事人的选择 果然妻子对于二十亿的和解经选择了让 毕竟二十亿很多人一辈子也赚不到 右利还在一直劝说当事人不要妥协 恩惊说他不要越过律师的底线 作为律师恩惊还是合格的 不管当事人如何选择 作为律师帮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就行 案子最后以一元儿子花钱摆平结束 只有三姐的丈夫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他让步的原因是法官问过他儿子的意义 希望妈妈能够快乐 丈夫也只能放手 右利一直站在孩子的角度上 觉得和三姐住在一起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不好 但是恩惊想得更远 说一元儿子和三姐婚后肯定没时间兼顾孩子 妻子拿到钱有了房产孩子也会经常过去住 这样的结局才是双赢的结果 一番解释右利也算承认了他说的没错 但是看到他还在准备结婚纪念日 想想他被丈夫偷吃蒙在谷里 又看到助理专门跑过来问恩惊是不是已经走了 助理的裙子和那碗他看到的一样 调查监控就确认了偷吃的对象就是他 最后他决定要把这件事告诉恩惊 女士男朋友有另一个女孩 知道 一名离婚律师惊讶地发现 丈夫竟然和自己的秘书拍了婚纱照 一心忙于事业的他 竟然是全世界最后发现这个秘密的人 就连刚来公司实习了一周的韩佑丽都知道 当他大半夜来告密室 恩惊的反应让他很是不理解 首先知道并不代表有丈夫的证据 更别说恩惊心底里根本不想离婚 哪怕丈夫已经不再爱自己 他不想离婚不代表秘书不行 处心纪律缠的男人不让他回去过14年结婚纪念日 男人点破他的小心思让他放心 回去他就会提出离婚 面对丈夫的直求出击 恩惊竟然不拆穿对方还想挽回这段婚姻 甚至不惜答应对方辞去工作回家当全职妇女 可不管你做什么都挽回不了对方想走 作为离婚律师恩惊知道离婚后的结果 2000万的补偿金加上抚养费都不及他一个月的工资 加上他非常在乎自己的面子 虽然每天看着秘书在眼皮底下晃有眼里都要喷 他还是不愿拆穿现状宁愿自己当瞎子 又理顺利通过试用期晋升正式律师 他的咨询费也涨到每小时30万 这次他接待的客户是一个咨询过四次的客户 按照公司规定客户咨询最多五次 因为超过五次的客户都是没有下定决心的人 譬如这个女人因为丈夫每次酒后都会骂人 又理让他录音他又觉得一家人这样不好 嘴上抱怨丈夫不愿戒酒自己又甘愿忍受 给不离婚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 通过又理和女儿不停的开导 女人最终还是在离婚诉讼上门签了字 恩惊对此批评他处理的不好 预言他在诉讼过程中肯定会反悔 这种心态就像丢垃圾 虽然没什么用但有些东西洗洗还能用 表明恩惊处于进退两难的犹豫中 当又理再次见到委托人时 眼上的无亲证明丈夫又酗酒打人 但他来是找又理撤回离婚诉讼 真的让恩惊看准了他的善点 又理鼓励他让他别开丈夫 让他别回家把自己的号码给对付 以后丈夫必须通过自己才能和他接触 很快酗酒的丈夫就打来电话 一大堆废话还说老婆不回家自己就去死 又理一点也不惯着他直接挂了电话 傍晚回家又理看到秘书跟自己住同一栋梦 心中大骂晦妆和狐狸精住这么近 半夜委托人突然打来电话 说丈夫跟他认错说借鉴 让他撤回离婚诉讼 又理让他今晚不要决定明天见面再说 难缠的客户让又理有点崩溃 不料想第二天委托人丈夫真的住进了急救室 委托人把一切都怪罪在又理身上 六十五主的他跑去找恩惊寻找帮助 恩惊的冷静让他惊掉下来 一番解释让又理成长了很多 好在委托人打来电话丈夫抢做成功 并且要求又理撤回诉讼 又理还劝解他希望这次过后丈夫能有所感 恩惊却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希望委托人以后下定决心可以再找自己 发生的事情对又理的打击很大 思考过后他向恩惊提出离职身份 原本事情到这里已经结束 恩惊还是没忍住跑去公寓看了一眼 亲眼目睹后他哭得稀碎 跑回公司撤回了又理的申请 这名离婚律师却把自己的离婚诉讼交给实习助理 其实他手里早就搜集了很多证据 认识又理前他原本想靠这些阻止离婚 很快秘书就收到了他的诉状 恩惊还特地把他喊来问他什么感受 秘书表示自己会离开公司 恩惊说没人比他对公司的感情更深 既然撕破了脸 秘书也问出自己的疑问 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呢 换来的却是恩惊一顿羞辱 秘书摔门离开恩惊也没表明上那么坚强 丈夫收到诉状也很诧异 他以为在乎面子的恩惊不会撕破脸 还找到那么多的证据 往往背叛的人往往更会水波 丈夫指责他原来这么处心积虑的设计自己 又理很好奇为什么他会选自己帮他辩护 恩惊说其实自己根本不需要律师 只是又理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和观点和自己不同 两个人互补更能找到平衡点 今天他们接待的客户是个男人 客户是上市公司的代表 他觉得配偶一直在国外生活分居十年 公司是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赚钱 对方什么也不做还不断用各种借口要钱 并且他还怀疑对方外面有人 这种情况只能主张两个人感情破裂后公司才上市 但需要证据支持才能让法官相信 十年期间委托人有过看望孩子的出镜记录 加上也有通话记录证明双方有沟通 恩惊和又理讨论了半天也没结果 丈夫想让律师朋友帮自己辩护 看完诉讼状后表示证据太全面了 丈夫如果想获得抚养权很慢 秘书表示尽量争取停前调剂 因为他恨在乎别人喊自己三级 男客户的离婚诉讼过程不是很顺利 因为女方拒不承认感情破裂 加上男方每个月固定给他生活费 法官理所当然认为他的行为肯定双方的感情 恩惊让当事人及时终止这种行为 说不要去考虑不给钱他没办法生活 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你的家人 男人听后若有所思包括恩惊自己 又离第二天从宾馆的床上醒来 才想起自己昨天和同事喝酒醉的不写的事 看到床上还在熟睡的同事他下欢 赶紧穿上衣服悄悄离开 恩惊一眼就看出他今天没有换衣服 顺口提起辩护人的汽车旅馆证据 都让又离想起昨晚的尴尬 在碰到同事时候两个人都很尴尬 领导突然跑来公司发 看到恩惊承认秘书紧张的不行 还好有人出面说会处理这件事 朋友抱怨这么大的事情 自己通过小道消息才知道 恩惊却想趁这次离婚 让民众记住韩恩惊和自己的律所 丈夫找到他想私下和解 恩惊当场拒绝让他有事找自己的律师 恼羞成怒丈夫说出狠话 一定要让恩惊为今天的选择候 男客户的老婆突然找到公司 指明道姓要见恩惊 他想停前和解自己只拿30的补分 恩惊拒绝了他提出的让步要求 因为恩惊有办法让他一分也拿不到 男客户表示自己愿意答应他的要求 恩惊告诉他停掉对方的生活费 过不了多久他就会为此烦恼放低身段 很快他们的诉讼再次开庭 恩惊拿到了对方二女儿对父母的描述 对方提出未成年的陈述不能算正确 他们忘了小女儿刚刚过完18岁生日 最终女方放弃了公司的补分 又离突然收到恩惊丈夫的反诉讼 说离婚的原因是恩惊外面有人 又离急忙跑来和恩惊确认 却看到让他发疯的疑问 丈夫和三姐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 竟然找到记者把污水拖给恩惊 郑律师明明是单纯的工作伙伴 被他们说的有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又离看到报道时候开始还不信 急匆匆去找恩惊商量对策时 不巧又撞见两个人的亲密背影 更确定了报道里都是真的 还好恩惊及时向他解释 是自己的手不小心划破了 又离才暂时相信两个人是清白的 恩惊离婚的事情惊动了领导 他一边叮嘱又离好好打这桩官司 一边说千万不要影响公司的收入 又离按照常规流程向委托人恩惊确认这件事 恩惊口口声声说这是子虚乌有的事 纯属丈夫污蔑泼的脏水 这时候又离想起他说过的话 不要完全相信委托人的一面之子 就在他对四个人的关系一团乱麻时 郑律师主动找上门请他吃饭 也让他了解两个人十年来熟识的过程 那个时候离婚界还都是男性 恩惊以过硬的专业和犀利的辩护风格 像黑马一样脱颖而出 郑律师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作为同事也会偶尔吃吃饭互相交流 就在郑律师对恩惊心生好感时 却收到了他的结婚情景 又离听完就明白了他的心思 警告他千万不能让别人发现他这份心意 不然现阶段会对恩惊的离婚诉讼造成不利因素 但这种事情就算他不说 公司的人也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还说要是自己的恩惊 肯定会开心的立马换对象 偷听到员工们背后议论的右利也很无脑 丈夫为了获得女儿的抚养权 竟然辞去院长的工作回家陪女儿 恩惊在右利的影响下 准备向女儿坦白他们准备离婚的事情 迟早瞒不住不如早点坦白容易接受 想想马上就能名正言顺的三姐 嘴角的姨母笑是怎么也压不住 听到她第一次说恩惊的不好 对明天的甜蜜生活更加期待 右利找到三姐说她反诉状可能涉及诽谤 不能把公司里背后的闲话当成脸 但三姐在律师所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也不白当 她首先说自己没有到处宣扬这件事 只不过是在法庭上提交了书面资料 被记者根据案件实情进行报道 怎么算自己也构不成诽谤 关于网络对自己的影响 她认为知名律师恩惊更加害怕一些 但右利从她的话里听出她愿意和解的意愿 毕竟事情闹得越大 她作为三姐被指责的越难看 但右利提出和解时遭到了恩惊的拒绝 这也让右利无可奈何 更让她尴尬的是 秘书突然拿来她今天的案件形成 和她一起的人就是醉酒那一晚的全律师 终于熬过了难熬的路程 抵达后又开始辛苦的徒步 右利不小心脚运 全律师把她扶住两个人又是一顿尴尬 代表找到郑律师一顿训食 那她不会是还在期待着恩惊离婚吧 一个带着孩子的离婚女人有什么好 郑律师直言她没资格教训自己 看样子郑律师是代表的私生子 右利遇到的案件当事人是假离婚 为了躲避债务夫妻俩离了又结 结了又离 但是两个人真心相爱 看他们活得辛苦 右利和全律师商量不追究他们的债务 向公司汇报当事人没有财产可出行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醉酒后的干大事 全律师这次没敢喝酒 吃完饭她说起自己那是第一次 右利也支支吾吾说自己也是 全律师刚想说要不要试试谈恋爱 右利却说不想两个人在公司变得干脉 被拒绝后 全律师还是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喜欢她 其实右利对爱情是渴望又害怕 不过她想出一个好主意帮恩惊 以比之道还之比深 丢出事实重婚这种小道消息攻击对方 恩惊对她这个主意很满意 很快右利找到了记者答应上午就爆料 也让恩惊不得不尽快向女儿坦白 但女儿一直埋怨她不管自己 让恩惊把想说的话又拖到晚上 到发了唇舆舆论的力量又偏向了恩惊这一方 在恩惊眼里自己这场离婚诉讼就是一场秀 法庭前面对记者她让右利别紧张 恩惊的离婚诉讼也到了开庭的时刻 右利主张女儿的抚养权必须判给母亲 不仅因为妈妈抚养女孩沟通五次方面 她有丈夫的感情背叛网上传播的全国皆知 母亲获得抚养权也是网友们的期望 丈夫的律师反驳说父亲和女儿关系更密切 女儿已经长大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停前调解 法官安排让家庭调查员介入 庭审结束恩惊就遇到自己的粉丝 看他也在离婚诉讼恩惊让右利接下他的案子 忽然老师打来电话说女儿没有上学 丈夫也打电话怪恩惊连女儿也顾不好 就在恩惊火急火燎四处找女儿时 秘书发来短信说自己跟他在一起 两个女人一见面就火药为十足 支开女儿恩惊警警告三姐迭拿女儿当务气 女儿其实早就知道了他们要离婚 质问离婚后自己跟谁生活 让恩惊固知如何回答和他相反的是粉丝的离婚要求 双胞胎儿子夫妻两个人都不想抚养 丈夫是整天喝酒把孩子丢给妈妈 妈妈又觉得孩子影响自己的生活 秘书趁办公室没人坐在恩惊位置上享受 恰好被回来的恩惊撞见 当面拆穿他想纠占雀巢的狼子野心 撕破了脸三姐索性不装了 摊排希望恩惊和丈夫尽快调解离婚 在他眼里只要恩惊被赶出家庭就好 至于女儿跟谁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他希望恩惊能帮他恢复农育 而他就会说服丈夫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但恩惊并不会和毁掉自己家庭的女人统计 粉丝的离婚诉讼也不顺利 原本只是简单的孩子抚养问题 对方律师突然改口声称男方不想离婚 右利只能被动的准备下次提供必须离婚的证据 却不知他这样做正好上了对方律师的圈套 恩惊告诉他如果这样做正是对方想要的结果 丈夫酗酒经常夜不归宿平时也不陪孩子 证明了离婚的理由也等于告诉了法官男方不适合当父亲 这样孩子的抚养权就会落到女方手上 恩惊也面临着平时和女儿少多通的问题 家庭调查后有可能会失去女儿的抚养权 为了弥补自己错过的母女时光 恩惊特地去买给女儿衣服 但女儿去一眼就看出不是自己的信号 还冷淡的说让他去忙就好 毕竟一直以来他已经习惯妈妈这样 原来女儿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 他也面临着选择爸爸还是妈妈的犹豫中 粉丝按照恩惊的交代制造了车祸 然后合理的不能出庭让丈夫带着两个孩子 恩惊告诉法官女方十年没有工作 经济能力也不足以抚养两个孩子 一时间双方互相比谁扎不适合抚养 法官都看不下去了警告他们不要藐视法律 恩惊还提出男方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 这样的家庭更适合抚养两个孩子 最终双方坐下来进行调节 男方如果不答应离婚女方就长期住在娘家 两个孩子还是要丈夫自己带 如果男方答应离婚并且接受抚养权 女方愿意周六周日负责带孩子 想想周末自己就可以放飞自我去行了 双方也独满意的签下了离婚协议 就这样两个人离婚了没有日常的磕磕碰碰 关系反而好像更亲密了许多 三姐在公司里还是被同事指指点点 但恩惊并没有在他升职的报告中给他穿小信 顺利升职三姐一脸满子 但恩惊突然出现把他的开心打 三姐正在为升职加薪开心时 恩惊一盆冷水泼了他一脸 气冲冲的秘书去找郑律师理论 这本来就是他给恩惊出的主意 又怎么会给秘书反驳的机会 早就准备好了他违反公司规定的理由 恶意污蔑公司高层的名誉 气急败坏秘书说不当解雇自己会去劳动仲裁 但他怎么会比律师还懂如何保护自己 他指责郑律师暗恋恩惊和自己一样卧虫 却被反驳暗恋和行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毕竟三姐的丑名已经被传得全国皆致 这一仗恩惊全胜三姐落寞离开公司 又丽和后辈也替恩惊狠狠地出了一口乱气 闲聊中又丽才知道郑律师是代表的事 顿时为自己曾经出言不逊感到后怕 更让他不舒服的是在公司看到爸爸的第二个女人 他这次来找恩惊咨询就是针对又丽 十年前又丽妈状告他破坏别人家庭 当时刚出道的恩惊帮他打赢了官司 现如今他拿着又丽爸的一张遗嘱想要回房 恩惊问他那么多律师为什么非要找自己 案里的意思因为又丽不想接这个案 还说这张遗嘱格式不符合无法成为证据 但京姐说又丽妈当时承诺会搬走 这么久了还死皮赖脸的不搬出去 还说自己当年有多么无辜 是又丽爸单方面喜欢自己 长得漂亮难道还成了错误 还因为又丽跑到自己的公司举台示威 让自己名誉扫地还被公司开除 里里外外经济上都损失了五千万 恩惊对他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 表示咨询时间已到下了送客令 看恩惊如此对待自己 京姐要求他开除又丽 不然自己会像他当年一样在公司门口示威 还让恩惊转达给又丽尽快搬出去 临走前还特意去又丽面前示威 等他走后又丽连忙跑去找恩惊打听 说千万不要接这个风女人的委托 恩惊轻描淡写地说自己还在考虑 又丽说这样恐怕不合适 自己在帮你打离婚诉讼 你反过来帮别人告自己 其实恩惊有自己的打算 转过头就约了又丽妈私下见面 又丽妈才把事情经过讲了出来 原来京姐一直拿又丽示威的事情威胁她 当年也是给了京姐三亿封口让她不起伏又丽 可最近她在电视上看到又丽混得这么好 又跑来要挟老妈尽快搬出房子 好在又丽有交代老妈说遗嘱无效 可没料到她就找到了恩惊 恩惊说原本错的是京姐 为什么没有错你还要给她三亿 又丽妈很诧异她的说辞和当年不一样 当年自己可是在恩惊的伶牙历史下被逼得签了离婚诉 现如今看到恩惊也体会了自己当年一样的婚姻问题 也算社会狠狠地给她上了一课 回到家恩惊看着熟睡的女儿 也算体会了当年又丽妈同样的心情 婚姻对于她来说远远不及女儿的重度 早就发现了没拆穿也是想给女儿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第二天一早她破天荒地给女儿做了早餐 女儿开心地吃着还纠正她应该放什么材料 另一边丈夫也正在美美地吃着爱心早餐 在她贴心的安慰下 被辞掉的三姐表示辞职也好 免得像以前一样在同一家公司没有机会好好约会 但眼神里的落寞没办法隐藏 事到如今她只有争取早一点得到这个能力 由于害怕家庭调查出问题 丈夫一直不让她搬去一起 三姐自作聪明带着济师上门安装化妆镜 丈夫瞬间翻脸要求退伍 事后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讨 丈夫是害怕她住在一起影响孩子的抚养权争 三姐却认为自己为了这段爱情都失去了工作 这一刻三姐失去了工作也发现自己的自作多情 哭得真的很伤心 另一边金姐又来威胁又丽妈 老妈苦苦哀求自己没钱 存的棺材本三亿也早就给她 但金姐看准了又丽混 不给钱自己就闹得谁也好过 没办法又丽妈拿着资料找到恩金 还好当年她留了心眼留下了转账记录和录音 恩金问她对丈夫的愤怒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吗 又丽妈说为了让又丽心中不会留下怨恨 只能告诉她自己已经原谅了她父亲 好在又丽爸早早的救死了 一番话让同样处境的恩金若有所思 又丽的老妈再次催她去相亲 没办法推脱她也只能去应付 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冒出全律师的影 巧合的是一转身就看到和爸妈来吃饭的全律师 一时间两个人尴尬的不知怎么打招呼 天突然下起了雨 全律师帮又丽打伞顺便两个人去吃夜宵 害怕再出状况又丽都没敢喝酒 吃完饭也着急着打车快点回家 恩金回家女儿一直在等她 还开心的和她分享在学校发生的趋势 看来妈妈的改变让女儿很受用 第二天做早餐的恩金也按照女儿的要求改变了材料 这一刻她想起又丽妈说的维护女儿心中爸爸的形象 难得的在女儿面前夸丈夫做的饭好吃 上班她一眼就看到三姐出现在公司 办公室里金姐早早的在等她 现在恩金有了她收三亿的证据 金姐立马说房子价值十亿自己还是亏 恩金告诉她闹下去又丽可能会起诉追回三亿 为了让她死心便喊来又丽 问她愿不愿意代理这个女人的案件 又丽生气的拒绝也在生恩金的气 却不料下一秒反转的让她措手不及 事后又丽向恩金表达自己误会了她 恩金告诉她自己就是当年金姐的代理人 原本以为又丽会生自己的气 却不料她反而感谢自己让老妈离了婚 也因此摆脱了渣男老爸的拖累 感觉到老妈多年来的不容易 又丽拉着老妈跑到高档餐厅大吃一顿 也算为他们放下了对金姐和老爸恨的亲人 这时候的三姐突然发现自己怀了 遇到离婚恩金才看清丈夫丑恶的嘴脸 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她竟然谎称自己从没在意过女儿 不管是生日还是开学典礼之类的轻浮过 在她眼里VIP客户的应酬 陪女儿生日更重要 恩金虽然委屈却无力反驳 只能向调查员承诺 自己会在今后努力做好一名母亲 其实不管他们俩如何争取 女儿的选择更能决定谁会拥有抚养权 三姐这时候怀孕对丈夫很不利 丈夫的律师也提议在需要的时候 把三姐当成气负 而这时恩金手里一个争夺抚养权的案子也出现意外 她作为原告丈夫的代理律师 在开庭后才知道一个关键的证据 基因鉴定18岁的儿子竟然不是丈夫的孩子 原告的老婆竟然隐瞒了18年 委托人听完真相后很崩溃 原本她和儿子关系很好 非常有希望能获得抚养权 出现这样的情况她也不能对儿子讲 出现这样的状况恩金只能改变辩护方向 帮委托人争取巨额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失 恩金的丈夫一直在考虑律师的建议 三姐明白她是想和自己划清界限 便拿出怀孕证明让她选择 而三姐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还故意把B抄罩放在抽屉里 让丈夫接在西过来住时候发现 当女儿看到三姐怀孕后 再看向爸爸的眼神都变凉 第二天送走在西后三姐最难 让丈夫陪着自己去医院做孕解 听到丈夫的回答三姐好像看到了希望 恩金的委托人突然提出想撤诉 虽然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养了18年早就感情深厚 就算胜诉了拿到巨额的精神赔偿 儿子还是要被从户口上迁出 这一点是委托人接受不了的事情 如果撤诉和平分手 就算儿子跟着母亲一起住 但在名义上还在自己的户口上是她法律上的父亲 最终委托人的妻子向丈夫道了钱 双方也达成了把真相向儿子隐瞒的条件 女方退还18年的生活费 男方每个月可以探望儿子四次 在西约见了三姐直接问她是不是怀孕 三姐还假装怎么会被发现 还说在西会成为小爱的好姐姐 在西问她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 还要三姐向妈妈道歉 三姐说这些都是大人们的事情 女儿生气的离开 家庭调查员来走访在西 恩金才知道女儿比自己还早发现丈夫和三姐的事 一直一块在西什么都知道 只是大人不愿意坦诚她也就不愿意说出新声 更是和调查员说了三姐怀孕的事情 看到女儿因为三姐承受了这么多 恩金直接闯到三姐的住主 三姐怀孕的事情并没有让恩金失态 但让女儿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 恩金必须让三姐知道自己的底线 女儿是恩金在这场婚姻里不可触碰的逆领 又离妈把哭泣的恩金带到家里安慰 作为母亲又离妈懂得恩金坚持守护孩子的决心 其实恩金一直不理解丈夫为什么会背叛感情 直到一个三姐委托人讲述了她的观点 对方的老婆起诉她支付精神抚慰金 三姐认为自己没有理由支付这个钱 首先诉状里声称自己勾引对方就是无稽之谈 还说韩国早就废除了通奸罪 自己又没有犯法 和又离不支持自己的观点 还嫌弃她不够专业炒的要找恩金 其实又离是害怕恩金受到她三姐身份的影响 不想让她受理这种委托 但作为一个专业的旅婚律师 恩金表示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用事影响公司业务 三姐向恩金陈述自己的无则观点 认识时候对方声称自己正在准备离婚 被骗的自己才是这次的受害人 恩金告诉她不是未成年有自己的判断力 对方说准备离婚说明还是已婚状态 这个无则理由不成立 接下来三姐还有更奇葩的观点 要不是对方老婆提供了她背叛的机会 还有对方故意让自己看到她准备离婚的戏 自己也不会傻傻的相信她 恩金联想到自己的丈夫 从第一次秘书帮自己去办事两个人认识 到丈夫告诉秘书她也准备离婚关系开始轻易 最后三姐相信丈夫一点也不爱妻的 自己才是丈夫最爱的女人 这些男人的套路好像都一样 在三姐眼里妻子才是那个有罪的人 又立明显地察觉到恩金的心情低落 好在郑律师告诉她一个好办法 带着恩金去吃老牌的炒年糕 边吃边听她倾诉 过后恩金就会自动回归正宗 又立告诉她作为律师 自己会帮助恩金达成她的目的 体会到她设身处地的帮自己着想 恩金从心底里认可了这个朋友 再细知道三姐怀孕的事情让丈夫很愤怒 跑去找她大吵一架还让她滚 三姐自己挖的坑让她赔了身子又落的一身空 更让她悲催的是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和恩金不同的是她委托人的原告老婆 因为没钱请律师写了一封阐述信 原来她也早就发觉了丈夫的对境 那时候她刚刚怀孕 为了肚子里孩子她一次次安慰时自己不饮 直到临近生产时三姐打来挑衅电话 一气之下害得她早产 好在母子平安丈夫又跪地求原谅 说因为她运气不能刑防自己才会犯罪 还求她出面帮她摆脱这个女人 又离狠气愤三姐的恶劣行径 恩金却一眼看出原告想要一个道歉 三姐开始还嚣张地不愿出钱和道歉 在恩金的强大气场下还是答应按照她的方案 调解是李恩金表示自己的委托人认识到了错 提出与其收下辅慰金 不如在这里接受三姐的道歉 为了不用出赔偿金 三姐真诚地鞠躬治钱 双方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委托人也猛夸恩金专业 既不用赔钱还不用留下判决记录 却不知道恩金自己需要的也是一个道歉 原告的丈夫也打电话过来窒息 生气的佑丽朝她就是一顿臭骂 让她别装成受害人的模样 希望她接受教训以后能好好对待家人 嘴上这么讲其实佑丽自己都不行 其实她不知道恩金单独见过对方的老婆 她好奇发生了这种事为什么不选和离婚 说到底女人还是为了孩子 虽然表面上丈夫也到了钱 但她想要的是对方真心的婚 第二天三姐突然找到恩金 刚一见面就跪在她面前 恩金一眼就看穿她像急了昨天的委托人 为了不赴赔偿金作秀道歉 三姐走后她就猜到是佑丽搞的补业 确实佑丽大半夜去找了崔莎拉 但不是请她去作秀 是想让她真诚的去道歉 恩金对佑丽表示了谈戏 因为就算是虚假的道歉 自己也可以向女儿有一个借口交代 对于女儿恩金也在反省自己以前关注的太守 近来她的补偿行为也让女儿对她有所改观 恶人最终尝到了自己那样的苦果 流产后的崔莎拉也抛弃了经验者 有时候很不理解作为婚姻中的过错方 恩金也只能向丈夫提出分割财产的三场 但女儿的站位慢慢倾向于恩金 让她在争夺女儿抚养权上占了上风 这其中也有佑丽的功劳 要不是她能够用行动得到在希的认可 在希也不会把心理话对调查官谈着 她甚至不想履行恩金和丈夫约定好的一周见一次罢了 还希望离婚诉讼能在考博中之前结束 崔莎拉这边诱力也给不她忠告 一个人犯错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言外之意是金院长能背叛恩金 也随时能背叛你崔莎拉 这句话也在崔莎拉的心里扎下了根 家庭调查官最后一次和夫妻俩会谈 调查官表示女儿明确说自己希望和妈妈一起 这让丈夫指责恩金肮脏的手段 因为前天周末她阻挠自己见女儿 恩金生气自己说女儿身体不舒服是在说话 但是女儿自己不想见爸爸 如果不是调查员阻止他们继续争吵 两个人唇枪舌剑会越讲越难听 感觉到自己即将失去女儿的抚养权 丈夫心情烦躁的回到外面的家里 打开门就看到崔莎拉坐在沙发上 她张嘴就质问不是告诉她暂时不要来这 突然调查官发现会影响自己的离婚诉讼 崔莎拉说今天家庭调查已经结束 崔莎拉的话狠狠的刺激到了金院长的自尊 拉扯中崔莎拉腹痛出血被送到医院 医生虽然没明确说造成流产的原因 但崔莎拉已经对这个男人死了心 错误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 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正常途径见不到女儿 丈夫就偷偷地跑到学校门口 可在西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开心的奔向父亲 她把在西接到外面的家里弹心 全程在西对她摆出一副冷漠的脸 她不知道自己的背叛被女儿看见 对弱小的孩子心灵上多么煎熬 她这个年纪能理解父母离婚这种事情 但爸爸对她的欺骗是她最难过的 不选择爸爸也是在西对她最大的惩罚 是啊每个人都会把家当成避风的港湾 哪怕是崔沙拉也会在伤心的时候选择回家 放下金院长买给她的建议 也等于放下了这段不堪的过往 恩金和丈夫的离婚诉讼总算来到了调解阶段 双方对在西选择和妈妈一起没有争议 丈夫的律师提出恩金名下的40亿存款要分一半的丈夫 又离认为丈夫作为过错方 加上恩金后续还要抚养女儿 对方最多能获得四成 但恩金却让她暂停商案一下 原来她不想在这件事上过多浪费精力 加上丈夫目前事业没有经济来源 她支持对方律师提出的一半建议 另一边丈夫也向律师表示可以四成 这场婚姻在最后一刻 夫妻双方对彼此还是留有一份尊重 恩金也得到了最开始想要的一份道歉 走出法院 恩金的脸上终于有个微笑 回到家看着墙上一家人的照片 恩金摘下婚戒也把照片收了起来 郑律师帮恩金举报了一场离婚庆祝聚餐 结束后恩金对佑丽表达了感谢 这不仅仅是对她工作上的肯定 还有在西对这个能够理解她的大姐姐的谢 郑律师正在为恩金获得自由开心时 却接到叔叔打来的电话 当被丈夫背叛又遭到公司的辈子 兢兢业业为公司付出了17年的打 却被代表通知希望她立谋高久 老师也打来电话说女儿最近很敏感和同学吵了架 于是十几年没请过假的恩金让自己放松一下 开始女儿很开心妈妈能陪自己第一次录营 路上女儿胃痛恩金才发现自己对女儿一无所知 不管是她肠胃不好还是泡面不吃大头 更让她难受的是别的小孩有父亲陪女儿羡慕的目光 看到别人的爸爸骑车超过了他们 恩金奋力的想让自己带给女儿足够的安全感 却不料和迎面而来的人撞在一起 女儿受伤被送到医院 故事一句怎么不让爸爸帮忙 让女儿隐忍的情绪彻底爆发 原来女儿虽然很讨厌爸爸的背叛 但她还是个孩子正式需要关怀的年纪 短时间内没办法接受爸爸以后不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看着女儿连睡着后都紧索的眉头 恩金第一次对自己的价值有个欢迎 她本以为自己请假公司会有很多工作电话 她本以为自己能够撑起这个家既当爹又当骂 可现实是女儿缺失的父爱她给不了 离开她的公司也正常运作 她不知道其实公司已经忙得手忙脚乱 但郑律师却要求手下不许打染恩金 就连佑丽都遇到了棘手的案子 没有恩金帮她解惑只能求助郑律师 原来今天佑丽接待了一名小王 为什么说是小王因为三多一数就成了王 二十几岁的被告还是个大学生 通过一款约会软件认识了原告 她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对方是已婚 最后被对方的丈夫拍下证据 告她破坏家庭 佑丽拿捏不了的一个疑问是 关于她是否在说谎 因为双方的聊天记录里有明显的痕迹 她说希望自己和小薰小敏一起 跟她一起生活 而小薰是对方的丈夫小敏是女儿 这么明显的是知道对方已婚 大学生辩解说女方说小薰小敏 是她养的宠物草 佑丽觉得这种借口太荒谬 不仅法官不会相信自己也会怀疑 所以才跑来请教郑律师 郑律师却一句话点出了案子的重症 作为律师有怀疑就要去验证 她下载了约会软件就被全后辈看见 自己找上门的帮手 佑丽肯定不会拒绝 拍下全律师的头像注册成了会员 在她一晚上的不羡努力下 终于匹配上原告的号码 接下来要见面佑丽就希望全后辈出马 开始她还是拒绝去干这种握底 直到佑丽说出了事情 她会负责到底 全后辈两眼一亮看到了希望 很快她就在网球馆见到了原告 确实对方打扮得很难猜到是已婚 女人总是会借口头晕往她身上靠 而旁边就有她的丈夫在拍照从政 第二天原告的丈夫跑到学校找到大学生 要挟她想保住名声就私了给她三千万 还好大学生紧急右立说的不要给她道歉 不然就间接地承认了自己是小王 更嚣张的是这个丈夫还跑到律所来了 指名道姓的说权后背勾引她老婆 这也印证了郑律师说过的话 急功近利有目的人才会急着去谱科对方 确认了对方是诈骗夫妻组合 下一步就是让权律师这个诱尔出马 成功地把女方约了出来 当她看到右立和大学生出现时就心虚地慌了神 右立说你要么撤诉要么就被起诉诈骗 女方顿时吓得连声道歉 而右立最有用的证据也正是她这些话的录音 证据在手女人只能听她的话 打电话通知丈夫撤销对他们的起诉 右立第一次独当一面大火红攻 拉着拳后背和郑律师跑去庆祝 这时她感叹缺少了带她进门的恩金 但打给恩金的电话没人接听 当恩金忙完看到未接来电时 第一时间就回播给她 当女儿受伤恩金才发现 离婚后的自己孩子照顾不好 甚至她引以为傲的公司都把她视为可有可逐 她不知道郑律师为了留住她 不惜承认和代表附属关系 只为接管公司后能决定她的缺利 她不知道右立也遇到了棘手的案子需要她的帮助 原来公司刚刚和一家财阀企业签约合作 交给他们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儿媳起诉离婚 对方还指明道性要求右立负责 当她问VIP客户不应该是恩金负责吗 代表才告诉她准备开除恩金 并且说如果案子能够驳回诉讼 她可以考虑暂时先不开除 右立不敢让恩金知道代表这些话 处于低迷期的恩金却认为自己可能真的可有可 右立看完卷宗就产生很多疑点 对方声称丈夫多次家暴自己 拽住头发把自己按在水里导致孔水症 甚至还因为经常拽着头发脱形导致断 奇怪的数条指控都没有提交证据 右立压制住自己蠢蠢欲动的正义 安慰自己别的律师看到没有证据也会驳回诉讼 更不要说如果成功还能保住恩金 庭审期间委托人的妻子甚至没有请律师陪他 法官大人针对有没有证据提问 其实不是他不想提交证据 每次他想方设法搞的监控都被丈夫发现 更让他生气的是右立竟然说他起诉离婚为了钱 前面四次撤诉后丈夫都转账三千万给他 没人知道每次他提出离婚都会遭到账捕 面对这样的情况法官宣布下次双方进行调解 这时候委托人脸上露出得逞的表情 庭审结束后右立去卫生间遇到了原告 他刚打开水龙头准备洗手对方就惊叫的瘫倒在里 大声喊让他关掉水龙头 这时右立也看到了他头顶上的扳头 一时间他明白自己的委托人可能在说谎 他本想和妻子沟通一下真实情况 但对方认为律师只要收钱人渣也帮忙辩误 一番话直接戳中了右立心中的正义感 他把委托人拉到没人的角落 问他有没有说谎想听他的实话 一瞬间委托人从温文而哑辩的粗暴无理满嘴脏话 还说就是看中他是新人听话才指定他 就这样右立被富二代当场解雇 代表原本想公布郑律师的身份却被他拒绝 他想等自己接管了律所亲自告诉我 但代表还是在见到右立时候忍不住说出暗示 律所很快就会迎来世代交替 这让处于低落期的恩经听到后会错了 以为这是在说自己被新生代右立抵替的孩儿 在右立看到他心情失落想帮他开解时 恩经话里的抗拒感和冷漠 让右立感觉到一阵委屈 还好全律师看到后贴心的陪他喝酒 由于富二代对右立有意见 通知郑律师让恩经负责自己的委托 恩经在接到郑律师通知自己和右立一起负责时 也为自己昨天的言语向他道歉 一时间曾经的好搭档也放下了心急 当恩经和他一起会见委托人时 也向他解释了追加律师的原因 恩经再次向他确认了没有家暴是否属实 他一脸微笑的说自己绝对没有 不想离婚是因为自己离不开妻子 很快到了双方调节的日子 这时妻子突然拿出新的证据 原来他找到了一部旧手机里面有录音 富二代每晚都要求和他交功课 只要他不顺从就会对他实施水性 甚至在他生理期时候也是同样如此 但富二代却说他在撒谎 妻子本来就有孔水症 为此还帮他花费几百万去治疗 自己随时能拿出费用清单 这时妻子已经开始情绪激动 调解员看到后建议双方分开调解 在单独谈话后调解员公布下一步进入家庭调查 听到这里妻子露出安心的表情 富二代却开始对恩金大发脾气 指责因为他们办事不利才会这样 这让恩金更加怀疑他没有说实话 他们知道仅靠现在的证据不足以判定离婚 但自己真的要不顾善恶帮助委托人吗 这还是恩金第一次这样质问自己 郑律师告诉他直觉不能当成证据 身为律师一切还是要靠证据说话 原本想和他坦白的郑律师还是准备案子结束再说 坏消息是富二代向代表投诉了他们 第二天代表就拉着恩金上门去盗窃 路上反复叮嘱和对方合作的重要性 好好维持这个能够养活公司的大集团 见到对方后代表是极尽县位的本 恩金在不屑的同时却听到了一句话 对方竟然称呼郑律师为代表 一时间他感觉被14年的好友欺骗了 回到公司郑律师主动找到恩金 表示自己并不是故意隐瞒 本想说自己是想保住恩金才答应接管公司 但此时处于暴怒的恩金却什么都听不及 更让他生气的是第二天 富二代竟然大烈烈跑到他办公室 恩金没想到他竟然威胁自己 这时候才明白他妻子是多么无助 更让妻子无助的是他的家人 每次他努力逃出来想回家躲躲室 父母都紧闭大门把他拒之门外 说他们只是夫妻吵架而已 他们竟然选择相信丈夫的话 而一次次的把女儿推回魔窟 恩金并没有被富二代吓了 向郑律师提出要退出这个案子 还把刚刚他录音了对方的恐吓放给他听 郑律师听完表示支持恩金的决定 但恩金却突然接到富二代的电话 恩金亲眼看到受害人死在面前 在家暴男的眼里妻子就是他个人的网路 恩金看到妻子晕死过去想呼叫救人 手机却被富二代从手里夺走 还逼问他要多少钱自己能够判回刑 恩金说他这种人渣应该判无期徒刑 也成功地惹恼了这个男人 在他眼里恩金就是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目击证人 他坚信只有死人才能守口如品 还得意地告诉恩金他女儿也会是一样的下场 听到女儿恩金爆发出强烈的求生欲 捞起旁边的手机狠狠地砸他的眼睛 趁他疼痛恩金正脱了束缚 拼尽全力地往街上奔跑 最后藏在角落里没被他追到 还好进去之前恩金有交代给幼女 十分钟自己不联系他就让他报警 等富二代回去时就看到妻子被抬上救护车 知道隐瞒不住他打电话给老爸擦屁股 富二代被警察带走前 还乐狠狠地威胁幼女 另一边恩金赤着脚狼狈地回到家 情魂未定地他想起那个人渣用女儿威胁了 缓过神才联系了幼女 这才知道富二代被抓妻子已经身亡 他没敢把刚刚凶险的一幕告诉幼女 满脑子都是受害者向他求救时的画面 看着躺在床上熟睡的女儿 恩金不知道自己这次的选择是对是错 此时幼女刚刚在警察局录完恐怖 恩金有提前交代不要说自己在场 就是担心新闻报道会影响公司的形象 郑律师得知消息后赶来接他 刚安慰好幼女财阀就打了电话 明显这次他们报警抓走儿子 已经让对方放弃了和律所合作的机会 郑律师能接受但代表却破口大骂 失去财阀的生意律所也会变得艰难 但郑律师坚定地站在道德底线上 第二天一早恩金出现在警察局门口 由于许久没敢迈进大门去做证人 此时财阀公子虐妻致死已经在网上疯传 幼女出现在现场被网友们各种揣测 大部分认为最大的律所和最大财团之间的龌龊勾结 恩金好奇为什么幼女变成了目击证人 原本按照她的交代 复二代的恐怖挺身而出想替她挡在前面 恩金让幼女回家休息自己会应付一切 郑律师也站出来说这已经不是个人私事 郑大律所会出门帮他们解决 很快到了对复二代提起公审的时间 当她看到旁听席上的恩金时目露熏光 恩金被吓得低下了头 检方提交了她殴打被害人导致如内出血死亡的证据 法官在问被告人是否承认罪行时 复二代竟然当场哭泣扮起了可怜 而她的律师就提出被告有精神病的见解 希望法官判处被告缓刑的提议 这时受害人的母亲激动的冲了上来 直到女儿惨死她才知道自己一直不相信女儿 最终才会被这个恶魔活活打死 一时间也让恩金摇摆的心生出更多自责 傍晚她拨打本该在家女儿的电话十美元接 想起富二代说过要对女儿吓人 吓得她连忙开车往家赶 还好半路上在西就接通了电话 原来她只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玩 只是恩金没注意到她写的留言 女儿体贴的没有对她突然发脾气而生气 还鼓励她妈妈一直在做对的事情 在第二次庭审时出现了梗 检方把施暴致死的起诉变更为杀人罪 原来恩金找到检察官愿意出庭当目击证人 这让本以为自己能够缓刑的富二代慌了神 恩金把当天接到电话就赶到现场 受害人当时还有呼吸被告 却阻止自己呼叫救人 还有他作为律师录音的习惯 当时被告的话说得清清楚楚 恩金这一拳直接打到了富二代的七寸上 很快财阀就开始威胁恩金 还好郑律师作为代表赶在她身前 又丽也写了大字报在法庭前面示威 警示被家暴的女人尽量保留证据 不要成为第二个受害者 全律师看到新闻后也带着同事们去帮忙 当恩金看到又丽的行为后 就像看到当年那个充满野心的自己 也多亏又丽的操作被电台请去采访 他把恩金当初得知富二代家暴属事后就辞掉了吻脱 到后面不顾职业生涯去指控对方告诉了网友 知道真相后网友们也不再指责恩金 最终富二代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恩金满意的离场时也得到了受害者家属的尊重 本以为这对好搭档会继续合作下去 可恩金却告诉又丽自己要离开 丈夫被判变成单亲妈妈 帮公司打赢官司却被带点排挤 不得已快40岁的他选择去创业 期间接手了正大的郑律师提出晚年 但恩金告诉他雇佣关系和夫妻一样 只要其中一方有了二星 最终的结果都是分道扬镳 临走他像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同事道别 可又丽却突然追了出来 原来他想跟着恩金一起去创业 他知道自己有很多地方需要向恩金学习 但恩金果断地拒绝了他 自己的公司还没着陆 还不如让他在这里好好学习 走出公司的大门 看到自己曾经努力奋斗了十几年的地方 恩金给婚姻和事业都画上了句号 接下来就是到处找开公司的地方 等一切都布置好 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 与此同时郑律师也正式地接手了郑大律 怀旧的他依旧在自己的办公室办公 上任第一天他就喊来了幼律和全律师 问他们对工作调动有什么建议 全律师的第一选择就是离婚部门不要变读 他记得幼律当时选的是企业部门 问他是否愿意去公益部门任职 这时候全律师紧张地看幼律的选择 犹豫片刻他说再考虑考虑 为了方便照顾在西 恩金的公司选在他学校不远的地方 还在办公室给他单独隔了个小屋 现在女儿也越来越对妈妈满意 很快恩金就接到了第一个案子 委托人是正在服刑的朴永正 因为妻子向他提出离婚 所以找到恩金想他帮忙驳回对方的情绪 当委托人见到恩金就开始发牢骚 妻子入狱时自己每周都去探望 自己入狱妻子却寄来离婚诉状 恩金很无语让他签署授权委托书 对方却问恩金能不能帮他预存一点领自经 气得恩金立刻收回了笔和合同 你没钱找什么律师 就这样恩金开业的第一单黄了 没有案子恩金在公司是坐立难安 这样下来每个月的房租都犯愁 就连公司的破门都跟他作对 佑丽带着鲜花来找他吃饭 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没有了阶级上的陌生感 佑丽在他身上看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坦然和放松 他也向佑丽解释了公司名字的含义 在春法律事务所 以和解为前提几块帮委托人找回春天的地方 佑丽让他给自己一点建议 关于郑律师让他调换部门如何选择 恩金说你选择考虑时候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说明佑丽已经开始喜欢上离婚部门 一个老客户突然找到恩金说自己想离婚 恩金感觉佑丽更适合处理他的情况 便介绍他去找佑丽帮他处理 佑丽这边也接到了一个婆婆的案子 便介绍他去找恩金的公司帮忙 婆婆刚走恩金介绍的客户也来了 恩金正在感叹自己没案子还帮忙佑丽介绍 这时候婆婆也按照佑丽的介绍找上门 婆婆为了养家糊口四处打工 丈夫却只记得他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 然后抢走生活费接着去 更过分的是婆婆留下唯一一块底 梳红眼的他也想卖掉 婆婆知道后拼命阻止他不要卖掉 却被丈夫无情地赶出门 恩金听完说还好婆婆来得及时 很多赌博的人到最后都是倾家荡产 离婚的时候都没有可以分割的财产 只要能够证明丈夫经常赌博的证据 以此为则就可以申请离婚诉讼 但婆婆突然说他们根本没有登记 恩金也惊讶他们生活了26年竟然没有登记 就在婆婆以为这件事没有办法解决事 恩金的话让他大吃一惊 很快准备卖地的丈夫发现婆婆申请了土地扣押 没有她的允许这土地是卖不成 这时候她打电话婆婆根本不接 让她直接找自己的律师见面 当她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恩金时 恩金才告诉她是自己申请了假扣押手续 夫妻共同财产处置权必须双方同意 这时候丈夫才说自己早就料到婆婆为了钱 所以几十年同居故意没去登记 恩金告诉她没有登记 但他们属于适时婚姻 26年的共同生活想证明很简单 然后拿出一份和谐协议书给她 告诉她如果打官司大概率会判五一赔偿 但婆婆愿意以三亿跟她和解 丈夫觉得他们就是在抢钱 恩金却说听说你平时很喜欢读 如果你的财产有增加时 可能要判给婆婆的不只是五一这么简单 还告诉她这份和解书的期限是后天下午四点 与此同时又立的委托人又准备变过 又立感觉不对就想和她面谈 原来委托人突然查出子宫癌晚期 觉得这个时候离不离婚还有什么用 比起贴上离婚女的标签字去 不如这样清清白白的离开更好 又立劝她要坚强 最终对方答应康复后再说 当晚又立又看到她丈夫在喝酒 便把妻子的病情告诉了她 还劝她尊重妻子的苦衷 答应对方的请求 当又立第二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委托人士 听说不用打官司就能和解离婚 也算得偿所愿放下了心结 她握住又立的手表达了感谢 听完恩金的话丈夫一心在算计 自己要是真的大赚一笔又要分给婆婆 恩金的委托人焦急的等待着最后的时间 差一分四点她以为对方不会给钱 下一秒手机显示三亿道长 完美结案恩金提出请婆婆吃大餐 原来她听婆婆说吃了几十年泡菜配米饭 婆婆感谢之于说应该自己请 恩金这才提出对方需要付给自己律师费 婆婆心甘情愿并再次感谢 提及要不是又立自己也不会找过 这时候恩金才知道是又立在帮自己 另一边的又立也听到委托人说是恩金介绍 一时间想起公司有恩金的日子 终于下定决心告诉郑律师自己要留在离婚部门 监狱的胖子又寄来一封委托人 恩金有了上次被骗的经历还是去见了他 原来他已经和老婆会过一次年 他也承认感情已经无法往回决定答应 感觉到他没骗自己恩金拿出了委托书 这时候胖子拿出一大堆育友的小纸条 原来他们也都被离婚诉讼困扰 想让恩金帮他们处理离婚事件 苦恼没有生意的他终于是笑出来 另一边拿到三亿的婆婆收拾行李准备搬家 本以为自己赌赢了身价暴涨的丈夫 再一次输的只剩下裤衩 跑来想拿回他的三亿再创辉煌 婆婆可没给他机会坐上车就走 恩金和佑丽偶尔还会成为对立的诉讼 昔日的战友再见时也会当任 昔日的好搭档最终也对不公堂 原因竟然是夫妻双方恰好委托了彼此 离婚的原因很简单 丈夫患有勃起障碍却不愿意就医 妻子从最开始的配合理解 到最后的忍无可忍大吵了家 30岁都已经开始无幸生活 换谁也没办法继续坚持下去 同时接到夫妻委托的恩金和佑丽还不知道 自己刚接的案子让他们成为了对立方 直到妻子拿着对方的起诉书给恩金 看到上面律师一蓝是佑丽的 他差点没憋住想 在诉讼书上丈夫说妻子刑防有语 只要一天不做就浑身难受 已经达到需要去医院治疗的场合 夫妻双方各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 距离力争 作为律师也只能尽量帮他们维护权益 期间恩金打电话给佑丽沟通 故意捏着嗓子让他听不出自己的声音 意思是双方都提起了诉讼分成两个案子 既然当事人都有离婚的意愿 何不在开庭前坐在一起调解厨人 佑丽谨记当事人不和解的意愿拒绝了恩金 这让恩金不禁夸了一句他成长了血 最后恩金把他约出来告诉他真相 期间恩金谈起对方指控的刑防成瘾无法证明 佑丽却说他有办法举证 恩金想知道他具体怎么操作 佑丽却闭口不谈说这不方便说 双方都不想把自己的底牌告诉对人 既然举证对方过错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恩金提出何不说服当事人停前调解 佑丽答应和委托人商量商量 谈完工作恩金也偶遇了郑律师 两个人跑到他最喜欢的炒年糕小时店 没有了昔日上下级的关系 郑律师和他相处起来更加自然 他们在这里谈论风月 佑丽却在公司忙翻了天 不仅要带新人安排具体工作 还要面对刁钻客户的无理取闹 忙到深夜还是郑律师催他下来 两个人经过恩金轰荡荡的办公室时 都在怀念曾经有他在的日子 很快他们的案子到了庭前调解 调查官说双方既然都主张离婚 名下又没有子女需要抚养 何必多此一举走离婚诉讼 这时候夫妻俩都抢着指责对方 妻子说丈夫功能不行才没有子女 丈夫说结婚后妻子就辞职待在家 全靠自己在外拼搏才能养家 还说没有孩子为什么不考虑自己 原来女方也曾偷偷去检查过妇科 调解员制止了他们的互相执着 询问当事人的律师有什么看法 既然委托人都表明必须上诉 就算败诉也会继续抗诉道理 恩金和佑丽也只能顺着他们的意愿 调解失败两个人还表现了一副对抗模样 两个当事人完全猜不到他们是好朋友 这时候妻子才告诉恩金 关于妇科检查的事情 原来医生说他患有多囊性卵巢症后期 自然受孕的几率很小 但可以服用排卵要帮助受孕 看到别人怀孕的模样他心里只有限量 询问丈夫对这件事如何选择时 听到这里恩金就发现了不对 有没有可能只有妻子自己想要孩子 但他说自从知道不能自然受孕后 丈夫对自己的态度就发生了准备 另一边丈夫也对有力说出了事情 原来他真的不想要孩子 原因是光靠他自己工作赚钱压力已经很大 再加上孩子的开销真的支撑不住 当佑丽和恩金把消息互通后 面临一个律师出面调解是否合适的问题 既然没有答案两个人选择去吃炒年糕 期间佑丽说没有了恩金自己有种落单感 恩金说一个人不是更好自由自在 佑丽问他既然喜欢独处为什么当初选择结婚 这时候恩金的话让他意想不到 原来当初恩金爱丈夫爱的死去活来 虽然现在分开的也感谢他带来的在心 一番话让佑丽对婚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接下来他们把夫妻两个人约到一起 让双方说出不曾向对方坦白的心里话 得知丈夫是因为考虑钱才不想要孩子 骗他加班其实是跑去做代价比贴家用 妻子才说自己辞职是因为想好好备孕 医生说没有加班焦虑更容易怀孕 一番解释双方的误会解除 接下来第二次停前调解就顺利了很多 双方都愿意撤诉协议离婚 放下心结两个人关系反而更紧 离完婚就跑去约会吃饭 如果发展顺利的话复合也不是不可 郑律师突然宣布全恩浩要辞职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佑丽有点惊愕 他暴怨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是自己不知道 恩浩双眼放红叮嘱他别饿肚子 原来全恩浩是跑去给恩金当助理 目前他主要负责帮公司招揽客户 有他的加入公司的破门锁也换成新的 关于宣传方面他做的头头是头 把他挖过来其实是郑律师的主意 曾经都认为全律师是不喜欢加班 后来才知道他急着回家里开的小时电邦闹 还有看到他处理的案子都井井有盈 夸奖之于恩金批评他有一点做的不好 这么能干为什么不懂幼丽的心 完事还把幼丽拉过来一起聚餐 原来的恩金和郑律师谎称有急事要走 只剩下两个小年轻面面相吃 独自创业一年后恩金的公司越来越好 幼丽也成了大政集团的王牌律师 这天公司突然来了一个很尴尬的人 正代表的后妈来找他委托离婚诉讼 虽然尴尬代表还是帮他指派了王牌律师幼丽 沟通完幼丽就提出自己的疑问 明知道这是丈夫的公司 为什么偏偏要来这里委托律师 后妈的思路出奇的清晰 如果丈夫坚持不离婚就会给公司摸黑 虽然户不往来三年她还是了解对方的违语 后妈的诉求就是快点解脱 这边刚结束谈话丈夫就冲了进来 冲着女人就是大吼大叫 但后妈的气势一点也不输 还说不委托自己儿子的公司才更奇怪 更何况算下来还能省不少律师费 听到幼丽说对方已经和公司签约 他气冲冲就跑去质问人 但宇正和后妈的态度 一方面理解爸爸忙于打拼顾不上家庭 另一方面也支持感情不合的两个人离婚 眼看说不通儿子丈夫心里有对策 下一秒他就出现在恩金的公司 这让恩金又一次和幼丽成为了对立王 开庭当天老两口一见面就火气狮子 又立主张当事人含心如苦维持这个家 丈夫却把他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 丈夫对他的不当对待是感情破裂的人 恩金主张三十年来 丈夫身负家里的经济重大 所以少有时间陪家人也是正常 丈夫主张不离婚 丈夫嘴快一句妻子拿自己当提款机 成了两个人唇枪舌剑的导火死 到最后也把宇正身份的秘密说了出来 原来他在结婚前的对象意外怀了孕 在他结婚后才突然提出生了宇正 他认为妻子总是拿这个当把笔 让妻子更加的激动 其实他对宇正一直无微不足 只是抱怨丈夫从不曾对自己说过谢谢 到最后法官看不下去才出面制止 夫妻俩走出法庭还没吵完 恩金和又立一个眼神两个人都懂 开始说服双方心平气和坐下来谈谈 后妈也在和宇正交流中说出自己的相对 表示是不是调解庭时自己可以畅所欲言 为所欲为 宇正理解他这么多年来憋了好多话想倾诉出来 由于摸不透后妈是真离婚还是需要发血 宇正特地交代又立要见机行事 当双方坐下来调解时 又立拿出准备好的协议书给对方 表示20亿的财产就协议离婚 如果不同意诉讼后可能会涨两倍 这个金额也是恩金和丈夫沟通时候他自己说的底线 恩金趁热打铁说在合理范围 并且催促丈夫快点签字 这时候丈夫却突然开始犹豫 并且找借口说一上来就同意怪恩金不杀杀假 看他右座妖后妈开始发动女颜攻击 两个人针锋相对互相抱怨对方 恩金却揭开丈夫的脑底 既然想让妻子理解自己在外打拼多么辛苦干嘛不止说 一时间双方互相攻击的话 在恩金和右立的翻译下成了相互倾诉 一个女人放弃了人生做牛做马帮他撑起一个家 加上恩金在旁说大部分夫妻都是这样互相抱怨 理解后心生愧疚的丈夫还是没签下协议 反而站起身突然给后妈跪下 原来换一种表达方式的结果大不相同 老两口化解了冲突抱头痛苦 在送老两口离开时 宇正也第一次叫出了爸爸 还教他以后上车记得给妈妈开车 成功地把家庭纠纷化解于无形 宇正也向恩金表达了感谢 恩金撮合了右立和小全 还让后妈破裂的婚姻恢复原样 但他和宇正的窗户指却一直戳不过 恩金突然问女儿要不要尝试和爸爸见面 犹豫不决在西问右立的想法 他表示为了惩罚爸爸犯错不见面没有 但在西没有犯错也一样受罚就不应该 言下之意是鼓励让他见面 还说既然妈妈主动说出来 就表示不介意在西和前夫见面 听完右立的电话汇报后 恩金就把前夫约了出来 见面就指责他明明当初争夺抚养权时候那么激烈 为什么至今没争取过见面权 原来前夫一直在等在西主动联系自己 恩金表示他错在不是在西元不原谅他的问题 是女儿不能失去爸爸这件事 恩金转头就给女儿说他们见了面 前夫还表示他很想念女儿 恩金这么善良大度 其实都是为了女儿有个完整的人生 右立和小全的婚事也提上日程 恩金一眼就看到他手指上的婚戒 原来是与郑鼓励小全要勇敢的区别 而他却为手为脚直接不敢开口 女儿在恩金的说服下去见了爸爸 交接时还千叮万主说明在西最近的情况 让女儿恢复笑容是他最想要的节目 这对好搭档还是会在法庭上成为最立马 但私下的交情却同目